早前,我们接获了一个求助电话 当事人表示一日三餐都成问题 吃饭很艰难 没钱吃饭,知道吗 假假地,我晚上饭有得吃 中午有30元吃饭钱 连这些都没有 30元开饭钱都没有 为什么会去到如斯田地 事主就是这位71岁的梅姐 她和丈夫住在一个 300尺左右的自治公屋单位 当我们和她了解之后 发现她失去经济能力 竟然因为丈夫突然失踪 我和我先生结婚二十多年 你说得到吗? 二十多年也会很严重 不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丈夫不是人间蒸发 也不是遭遇不测 只是太太无法见她 而知她藏身何处 究竟丈夫下落在哪儿? 梅姐的失踪丈夫 就是不十六岁的王伯 二十六年前 在朋友介绍一下认识 最后两人成分 失联的源头 由六月的一宗意外说起 我十二点多 一点钟就打电话 一直打一打一打 打到很多电话都没有人听 电话是通的 打到差不多四点钟了 她的女儿才听电话 就说, 爸爸, 跌倒了 你从电梯里下来 后来就送她去冬区医院 我便快点去医院 她又没有说清楚住在哪儿 我就去吉正室问我先生的名字 他身份证 我是住哪间房子, 哪间做什么 我便立刻去看她 看她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她现在在抢救 王伯的情况转趋稳定 梅姐继续定时 去到东区医院探望丈夫 有一天, 梅姐竟然发现 王伯已经悄悄转转转转转 梅姐又被蒙在鼓里 白月头, 去东区医院找她 东区医院说 我们转转去了东华、东医院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呢 后来她来帮我查 告诉我 我听说我先生住东华、东医院 住哪里哪里 怎么打电话, 怎么怎么 那我去, 第二天我就去 见到丈夫病情逐渐有起飾 梅姐满心欢喜 不过子女见到梅姐出现 就面有难识, 大家势成水火 每次去医院看, 都要吵架 我都不认识 就被那个拉链拉住 不让我看我先生 后来我也不管了, 我照顾去 距离走了以后, 我才会有关系 我一直吵架… 不断吵架 只因为梅姐并不是王伯的证室 而是王伯前妻过世之后再娶的太太 梅姐也同样因为前夫身故而下嫁王伯 王伯的三位子女都是前妻所出 梅姐搬进这个家的时候 三个子女已经相计搬走 名义上是一家人 不过大家从不往来 我一结婚的时候, 你们都不欢喜了 全家都反对 我亲爱问她, 我为什么要反对 她说你年纪轻, 我年纪大 怕你骗我的钱 到了百月 梅姐有一次再去医院探网伯 谁知道病床依旧仁已搬走 丈夫突然消失于眼前 社工说她女儿准备要安排她住院舍 我说住哪里 其实她们都知道 她说你问她的女儿 我没有问她, 我什么都没有问 我认为很简单 正如回来, 回来不行 就去老人院, 哪里老人院都会告诉我 8月28日, 我打电话去东华东院 问专门管病人的电话 她说她已经去了老人院 我去哪家老人院, 我去哪家老人院 你问她的女儿 贵妇丈夫下落在哪里 难道遭遇不测 但年事已高, 行动不变的老伯 不可能自己出走 一定有人把他调来医院 现今科技发达 一个电话就可以问过一清二楚 为什么不直接打给王伯问清楚 我先生一跌倒以后 他的子女接着电话 我打很多次电话, 没人接电话 我后来就没打了 这一天, 梅姐再尝试打电话 给丈夫网白 你知道吗, 以前我这样打电话 就是跟人字 我才不打而已 很多次都是跟人字 梅姐用不同方法 去寻找丈夫的下落 她尝试打电话 给医院管车机构旗下的安务院舍 我想找回王伯 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没有这个人 我们没有这个英偶 没有这个人 查无此人 梅姐看下, 和王伯 彻底失去联络 不过线索其实更在止尺 这房间是我和我老公住的 这房间是个大女儿住的 我老公自从住了老人羽以后 从八月份, 九月份, 自己下班以后 洗澡, 回房间, 锁住门 不会跟你聊天 从来都不跟你聊天 跟前妻二女不和, 偏偏共处一室 王伯的大女儿 两年前搬回这间公屋住 不过大家认同默路 不打招呼, 不会碰面 所以有关王伯的下落 媚姐拒绝坑大女儿 当年问过明白 问她也不理睬你 对了, 她的人就是这样的 大家没说话说 和王伯失联, 更加失去经济支柱 虽然王伯已经八十多岁 不过媚姐的日常支出 全部依靠她 我以前消费方面 我什么都不用管 就是我先生一个月 给我一千元的家用 早餐和租五十饭钱是三十元 一百元是坐车钱 一个月是一千元 夜晚吃饭 就是我先生煮饭吃 现在我先生失联中以后 我令我一千元最基本的都没有 是有夜晚吃饭钱都没有 我刚刚好前一阵 我自己又在政府 申请了那些 商财真帖二千元 后来我都不够用 交管理费 交差响, 对吗? 没有钱怎么办呢? 我自己也很辛苦, 我做不到工作 因为我开了刀 腰子盘突出, 开了刀 做不到工作, 走路也走路 以前吃饭, 对面是丈夫 现在对面就只剩空气 我都不习惯, 我不习惯自己一个人吃 我回去和我先生两个人吃 虽然吃得不太好 青菜鱼… 几乎每天都是 两个人在一起 无钱也好, 无钱也好 也好, 都是很开心 跟网伯的距离这么远, 那么近 梅姐口口声声要寻呼 不过网伯大女, 就指梅姐谈话连篇 因为九月的时候 她不知道如何找到 电话打到一个演唱 有个演唱, 后来跟我说 她问我爸爸, 我爸爸说 她不想见到这个人 我想她隐瞒了很多事情 她就把事情弄得很大 其实中间有很多事情发生过 始终是病者的私人 如果她不想做的事 或者她不愿意做的事 我也不想再多个人 大女更止梅姐 令家居危机重重 所以爸爸住不得 我爸爸已经说了三次 说了几次 就说跟他离婚 他不肯签 你明白吗 为什么这么突然想到 你可以想到 不是突然 是他们其实生活上 有很多不协调 或者沟通上的摩擦 我家里收了很多垃圾 这垃圾他不散 如果我接着我爸爸回去 他会再跌倒 这家屋已经佔用了 所有人的生活空间 这些是家事 我也觉得很失礼 我爸爸也不想看 但是你打到这里 我亦觉得有需要 跟你交代一声 我不想你单方面听他说 如果他再找你们 你叫他自己检讨一下 大女还说过 之前先生想跟你离婚 但是你不肯有什么事吗 没有 比如有的话, 我也肯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呢 你也不欢喜我了 那我为什么要留恋呢 对吧 你从来没有说要离婚 没有说过 这里一袋搭二袋 两夫妻的床只剩一半 难道堆积杂物 就是令王八不回家的原因吗 经过千辛万苦 梅姐终于找到丈夫王八 我想回 我早就想回 我也想回她过年 两夫妻是否终于团聚呢 谁知梅姐迎来一个 令她彻底崩溃的结局 继续留意东张西望 永久失联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